目前在花蓮整個旅宿業跟公共產業 已經全部炸過了 其實剛剛也有很多外縣市的旅行業者 也紛紛打電話來關心說 為什麼這個補助政策 會把台東納進去 這是一個相當嚴重的一個錯誤的政策 然後過去其實我們 因為這次行政院只有把花蓮列入災區 所以說這個是災區的救命前 應該是要全力在集中火力 是來拯救那個花蓮部分 而且經濟部目前所有的一些振興方案 包含一些消費券的部分 針對業市的部分跟商圈的部分 也都是從陸續的在五月底 就開始入去啟動 那這個零四零三的地震 如果說以他現在公佈時間 到七月一號正式開始 其實這個行政效率真的是非常非常慢 業者我們現在統計起來 整個四月五月六月的住房率 平均都大概在三到八趴左右而已 而且目前臺東的住房率 目前已經很慢慢的有在回穩當中 尤其是七月他們即將迎接的是 他們的熱氣球 在過去當中一訪籃球的情況之下 如果再把這個輔助政策 把臺東納進去 確實會把花蓮的這個觀光效益 嚴重的歧視掉 那過去我們在上禮拜 我們也有去觀光署 來跟各單位來做協商 可是我想我們協商是無效的 周署長這邊可能針對我們所有的 我們的協商的內容應該是他們完全沒有採納 執意的把這個政策在今天把新聞發出來 那對整個花蓮產業其實再一次的 是由官方給我們一擊的重擊 目前我們先會先開記者會 甚至於在對短的時間之內 我們會讓觀光局來抗議 如果說今天這個政策 如果政府執意要把臺東納進去 我們是想比例是八十比二十 就是百分之八十經費 是應該放在花蓮這邊 百分之二十是放在臺東 那其實不管這個比例是多少 我們還是希望是以花蓮為主軸 因為如果照這種邏輯 就我說的行政院把災區放在花蓮 這個是災區的救命險 應該是來救花蓮 那宜蘭為什麼沒有 宜蘭聽說現在也開始在抗議的 每次官方署總是做出這些 令人錯愕的政策 然後讓民眾很無感 而且開始痛罵 今天整個產業 其實大家都已經炸鍋了